有問題嗎 沒有 大家好 我想我在現場的美女朋友們 謝謝你們 你們大概也有看見 我們整個舞台的設備和配備 除了主舞台 還有花道 還有兩個小舞台 更多的是技術部門的機關部級 都會在這齣戲裡面出現 所以難怪我們實力 才能夠在台南市 因為每一次可以說是 大家要透支很多的體育 然後團隊這邊 也要透支很多很多人的 滿臉滿臉的成本 但是這一次2024 是在我們台南市的燈節 這個對我們全國的鄉親來說 燈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 到時候會湧入很多人來到我們台南市 參觀 關上我們的燈節燈區 那更感動的是我們台南市的這個 黃偉哲市長 他所以很反對 特別特別的安排很多很多的很棒的節目 當然第一個開口的題目 就邀約了民華園眾團 再把10年的媽總傳 能夠再呈現給大家 那我想 我們也帶著12萬分的誠意 真的把這齣戲再帶出來 那這一次呢 剛剛我們聖載老師有提到 真的是老中青 但是老不知道是誰啊 哈哈哈哈 但是青年均真的非常多非常多 包括民華園眾的藝術家族 通通要上台表演 不過今年呢 比較特殊 其實這一場媽主戲呢 我們還包括很多外來的 我們非常好非常好的合作協力團隊 就是我們的國家這個認證的鼓鼠隊 青年朋友們 還有他們很棒的鼓鼠 還有我們很棒很棒的 台中青年高中的舞蹈戲 這些孩子們非常的棒 再加上呢 跟我們所有的這個 藝術表演家呢 一起來努力 那我到時候呢 可能要大家要仔細的看 關音有牽手關音 媽祖也有很多的分身 哪裡需要媽祖 媽祖就會出現 但是媽祖一個人要怎麼分身 所以在我們的戲裡面 怎麼會出現幾個媽祖呢 到時候請各位觀眾 你好好的看一看 數一數我們出動了多少的媽祖本身 為了這齣戲 我們動員了最大的力量 就是要把他們表演的更好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